兔兔那么可爱 竟然是吃屎讲道的 你怎么就吃死的 不吃会死啊 曾经我也满怀理想和自尊 发誓绝不吃屎 别人都吃 你咋不吃 当东西我才不吃 别忘了 我只是不吃屎 最不知死啊 你们兔子 吃的80%都是草 没营养 消化又差 蛋白质 维生素 氨基酸 都拉出去了 营养肯定跟不上啊 round 2 我们也有我 不有钱 这么多 营养肯定够了 这次我一定要有 尊严的火线 那兽死了 你们兔子会就这么点 一次吃这么多 能不撑死吗 有了 少食多餐 round 3 我一直吃一直吃 胃装不下去存在盲肠里 盲肠能储存 吸收营养 兔子靠盲肠 度过了一段 不用吃屎的幸福时光 为什么 因为你太相信盲肠了 盲肠正常吸收营养 没问题 但也会吸收不完全 还得吃屎啊 我吃 我吃还不行吗 6月后 咱们兔子吃屎 是为了获得 食里残留的营养和益生菌 越吃越健康 而且要趁热吃这样的盲肠便 营养更丰富 脏东西 我才不吃 记得点点小爱心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